第145集 想求前辈赐一套弓法 这名前辈打量了一下不自由 微微地仰起头讲道 你是用剑阵的 我正好有一部凡神万剑阵 共有九重 每重都有一个剑阵 变化万千 在练续期之前都不用换弓法 里面有九种法阵的练制方法 如果使用全部的九种剑阵 必须把所有的法剑都链制出来 说完后 他拿出了一块黑色玉剑 虚空就飘到了不自由的手中 那多谢前辈 不自由万分欣喜地谢道 然后就听到这名前辈淡淡地讲道 出去之后不可传我在此地 不然的话走吧 话音一落 不自由只觉得眼前一花 人又重新出现在水井边 刚才的事如同做梦一般 让他忍不住 用神识查看了一下手中的预见 果然是一份高深莫测的见证 当他看得高兴时 突然想起了金飞瑶 往侧边一看 就发现了金飞瑶 就站在离他五步的地方 正用手捂着嘴 已经是泪流满面 你哭了 不自由顿了顿说道 龙大人面无表情地 瞧着面前坐着的十二名 炼虚妻的长老 他们就是魔族最好修为的代表 再往上合体骑着 早就去的渡天机 偶尔下来一回 也是整天顶着无数的天雷 只是为了拿点避雷的东西罢了 看着这十二名魔族老长老 龙大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个的脸都变得那样的难看 但他也懒得多问 也坐在那儿冷着脸看着他们 一群人就这样坐了一会儿 龙大人突然讲道 没事的话 我要回去了 边说 还边准备站起来 见他要走 长老中最中间的那名 头发都白掉的老头 开口喊住了他 龙 等等 你们叫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啊 龙大人又重新坐了回去 冷着脸讲道 师父 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 这老头犹豫了半天 终于开口问道 三之城已经破了 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但是从三之城有件事传了过来 我们想找你问问 什么事 杨长老 你就明说吧 龙眉头微皱 有些不耐烦得起来 你说过 当年是名人族女修士 把你从困魔镜中放了出来 这件事我们都已经知道 只是现在这件事有了其他的传言 说是那年重修时 给你生了个女儿 杨长老混沌的老眼睛 盯着龙很有情绪地问道 啊 龙顿了一下 有些战儿的和尚摸不着头 看到龙的反应 杨长老语重心长地讲道 虹提到了一名杰丹初期的女修士 正想杀她的时候 她却说 是你和那名女修士生的女儿 而且 她还会天地寂灭绝 有你年幼时用的小福岛 而且还说出了你不少的隐晦特征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龙一听 马上就知道是谁了 这个家伙 竟然跑到了神级界 而且为了活命 还胡说八道 见她没有吭声 杨长老继续说 我们母族是讲究血统的 你们家族的血统在修炼上 都非常的有天分 没想到你妹妹 和一个人族修士生下的游 她却没有继承你们家族的天分 不过没有继承也好 可没想到你现在在外面 和人族修士生下女儿 你们兄妹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这个女孩要怎么处理 难道也要接回来 虽然你在走之中地位高 但是也不能无视长老们的意见 这样以后 你怎么入长老殿呢 杨长老 呸唧呸唧地讲个不停 讲的是口莫横飞 越说越痛快 魔族特别讲究血统 而且平民和贵族之间的阶级性啊 非常的严谨 像龙这样修为高 又是万年贵族的身份 血统被人族带走 是件非常严重的事 怀已经给人族生了小孩 他是女的也就算了 但是龙他是个男的呀 整个家族都在他这里 现在却生了个人族的小孩 难道是想种族大融合吗 随便杨长老怎么说 龙就坐在那一直看着他 一句话也没有坑 大家还以为 这家伙 这次因为错事做得过大 觉得不好意思 一反常态的理亏了 哼 突然龙笑了一下 然后就越笑越厉害 还在说话的杨长老 马上就哑了 整个室内寂静一片 只有龙的笑声持续不断地响着 杨长老有些想不明白 上次龙是什么时候笑的了 对了 那还是几千年前 自己刚刚进入化神初期 而龙也才原音后期 离化神只差一小步 那次是有名人族的化神 姬修士 羞辱了他 他也是这样的笑 笑得非常开心 笑得让人心颤 最后 不知那名化神初期 拿着修士的原音 被他去点了魂灯 身体更是用天地 寂灭绝中的法术 制成了傀儡 整天跪在了龙的殿门口 现在都不知 被他扔到了什么地方去了 而且还深入了人族地点 把这名修士的门派 一人不胜地全给灭了 但是他才原音后期 那门派之中 也有不少的原音器的修士 应是被他披着一身血 红着眼的 全部杀光 杨长老还记得 等他赶去帮忙 到了现场时 只看到了 城海的尸堆上 坐着满身是血的龙 依旧是那双 冷静的双眼 还有嘴角 微翘的笑容 这件事魔族的人 几乎都知道 龙的笑容 成了禁忌 不过也成了 后背心中的神 现在的他 竟然笑成了这样 把在场的长老都吓了一跳 杨长老更是语气一转 温柔地讲道 龙啊 我觉得这件事 肯定是人族乱传的 就是为了打击我们的士气 这笔账 我们一定要找他们算 竟然如此乱说 这件事是真的 我确实睡了那名 破了困魔精的人族女兄 这件事 用不着你们出手 我自己会解决 龙停住了笑 一脸冷清地 看着这十二名长老 啊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毕竟这是你的家事啊 杨长老顿的顿后讲道 出了这件事 便没有了其他事 要找龙了 他便冷冷地告辞走了 站在殿外 龙居高临下地 看着山城下方的 无数魔族的修士 冷冷地讲道 金飞瑶 我正好 欠一头看门寿呢 而远在遥远的梦泉边 不自由 有些为难地抓着头 低头看看手上的预见 最后心一横 咬咬牙讲道 这份功法 给你用也没用啊 你可不是用剑的 这都是你的报应 谁让你张口乱七八糟的胡说 这回自己受报应了吧 不要哭了 都是几百岁的人了 也不怕被人看到了笑话 金飞瑶擦擦眼泪 吸着鼻子讲道 什么破功法 我对这个菜没兴趣呢 我在里面人了很久了 你不知道 站在旁边就能闻到香味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就在嘴边 却不能吃 现在我连十海都在伤心 金丹也痛苦地想死 这样怎么能叫我不顾 也许这一辈子 都不会再遇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吃 你在说什么呀 但倒不是因为我拿走了你的奖励 不自由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感觉两人好像说的不是一回事 金飞瑶继续吸着鼻子 嘟着嘴 很不满地讲道 还不是那名合体机的前辈 我想知道他的缘 都还没说话 不自由顿时脸色大变 一把捂住了金飞瑶的嘴 然后 他连芭蕉香扇都没有拿出来 拖着金飞瑶 展开缩地树 就狂奔出去了 不愧是套铁 胆子真是不小 连合体机的修士也想吃 如果我还在练虚体 肯定要把你留下来守门 可惜我现在还得防着天雷 没办法把套铁养大 可惜啊可惜啊 这名合体机的修士 在石门之中 摸着一头半人高的养魂兽 淡淡地说道 养魂兽晃了晃脑袋 这名修士便拍了拍他 哎 养你都花了我这么长时间 要不是留了神识 在你的身体之中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把你给弄回来 看你魂魄吃了不少 这画家对你还是很不错的 哦 养魂兽低沉地叫了一声 把头往修士的身上 便蹭了蹭 这边不自由 把吃奶的力气都拿了出来 拖着金飞瑶狂奔百里 确定跑出了 合体息修士的攻击范围后 他才喘着大气 停下来 你 你个笨蛋 你当着他的面 说这种话 是不是活腻了 不自由指着金飞瑶 就大骂了起来 金飞瑶一脸无辜地看着他 刚才的可怜样 一扫而空了 怕什么 人家可是合体气的修士 肯定随便看一眼 就知道我的情况 而且我说得是诗诗 这又不是我想吃 是诗海中的蝉筒想吃 他现在痛苦死了 在乱折腾呢 这回啊 他都是没乱说话的 现在涛铁在诗海中 非常生气地翻腾着 前几天才吃得撑着 现在又在为没事 只能看 不能吃 气得咆哮不止 他扭着胖大的屁股 就在诗海之中的 黑海上打着滚 喉咙之中 还不停地 呼噜呼噜地直响 这样说还不算 金飞瑶 还把手指钻起来 圆银七过去 就是化神七 化神七的我见过了 圆银确实比 圆银七的 闻着香 再往后 就是炼虚七修士的 圆银 应该比化神的 更好吃吧 合体气 比炼虚七高了一层 怪不得 整个人类脸 都快看不清了 只能闻到香味 不知道修为 最好的大肠七修士 是什么味道 真想尝一尝 看他一嘴口舌的样子 不自有美好气地骂道 你怎么不想去吃大肾 以后非生地修士 那些人更好吃吧 你再这样下去 神志肯定要被 套铁给占了 到时候 你就真的去帮修士们 守山门去吧 金飞瑶扁扁嘴 不满地说道 你占了我的便宜 是不是应该 对我负责呀 不自由如同踩到了火坑中一般 跳了起来 你不要乱说话 我什么时候占了你的便宜 我最多拉过你的手 你不要刚说是我表妹 现在又想毁了我的名声 瞧着他激动万分的样子 金飞瑶眨眨眼说道 我说 倒是你靠我 才拿到这套功法 难道不是占了我的便宜 真是气死我了 明明是给我的谢礼 最后竟然变成是你的 你当时不能拒绝一下呀 他真的就看头要东西 太不客气地拿走了 你跟都干的什么事 不自由才不会把东西交出来 便摆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转移这话题 哎 对了 你不是说 你想找个地方好好的修炼 在身际界 还是修为高要好一些 我看你吃了这头原因 怎么也要进阶 解单中期了吧 走 我带你找个隐蔽的好地方 安顿好以后 你再出去办事 不要转移话题 我在说正事呢 金飞瑶眨眼看着他讲道 哎 算我怕了你了 不自由叹了口气 无可奈何地讲道 哎 这样吧 这次呢 就算我对不起你 当时这部分功法呢 我很需要 我把我自己赔给你肉肠吧 你去死吧 金飞瑶举起拳头 就打了上去 不自由则一个闪身 笑着跑掉了 金飞瑶根本追不上他 只得狠狠地骂道 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念 这辈子总遇上这些混蛋 最后这件事由不自由做苦力来解决 两人找了很多地方 终于在外神界找到了一处福岛 岛并不大 只有二三十里宽 岛上有一座山峰 里面住着一群六界的东之鸟 这些鸟都是群居在一起 而且喜欢住在山洞之中 所以他俩决定把东之鸟全部清理出去 然后搬到了山洞之中居住 所以不自由就充当了驱鸟的人 金飞瑶很悠闲地坐在了远处 看着不自由一人进了那座 没什么植物的山峰之中 就见一只只法剑在空中飞舞 几千只冬之鸟被他杀的四处乱逃 越看越让他觉得不对 这次不自由的实力远超本身的修为 虽然比不上圆英气的修士 但是他明显比一般的结单修士厉害了几分 尤其是那些法剑 如同活了一般 甚至都没用到他那把名为隐形剑的东西 看来修为不是再高 而是再稳和熟练 还有灵力神识的沉积才行 一丈来高的东之鸟 一头头地从天上掉下来 金飞瑶便把胖子和大妞放了出去 让他俩去收集腰单 而他就负责休息 只用了半天的时间 不自由就把这些东之鸟全杀了 随后便领着金飞瑶 到了东之鸟住的山洞中查看 山洞并不大 宽有十莱姆 但是高度却有一二丈 金飞瑶便让不自由把整个山洞打成了一个上下十亩宽的山洞 最好是圆形的 不自由任劳任远的帮他挖着山洞 他却坐在了一旁吃腰单 等山洞挖好后 金飞瑶看看大小差不多 直接把小福岛扔在了山洞之中 你舅舅的这个小福岛不错 自带尽职这样就损失多了 有井有田 有屋有树的 比光柱山洞要舒服多 金飞瑶跃进了小福岛中 得以领着不自由看自己的财产 不自由边看边点头道 看起来是不错的 只是进出太麻烦了 竟然还要变大才行 不像我大 只要身是一动人就进去了 金飞瑶没吭声 只是恶狠狠地动了他几眼 看这里的环境也不错 虽然是在山洞之中光线暗了些 但是只要多弄点夜光石挂上 变成白天也可以 于是不自由便说道 我看这里还行 你就住在这里安心修炼吧 没事千万不要跑 我走时帮你把山洞口给封住 你要是有劲值也最好摆上 以防万一些好 听了他的话 金飞瑶有些诧异地问道 你要走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不走 留在这里看你修炼 我还有事情要去办 没空在这里和你消磨时间 不自由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难道自己是个看起来很闲的家伙吗 什么事 很重要 金飞瑶很好奇 除了偷窥别人 这家伙还能有什么正事啊 其实也不算什么重要的事 不自由便讲道 我薛战榜的位置 要被人强调了 这是我娘强制要求我上的 说不准给他丢脸 我得趁这次机会重新把位置移上去 薛战榜 你不是说你是零战榜第十一位吗 这家伙竟然又杀了魔族又杀人族的 两篇的杀戮榜他都有排名的 这让金飞瑶有些诧异 这种事居然没人管他吗 不自由有些不好意思的讲道 算不上什么好排名 只是第三名 等等 金飞瑶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你在薛战榜的第三名 那你得杀掉多少人呢 而且你现在才杰战中期 薛掌帮在世道经上 是有写出来 金飞瑶曾经看过 但是并不记得名字 只是知道 遮羞就是杀人族修士最多的魔人 榜上有名 被人恨得要死 榜上用的是族中的名字 我现在排第三 用的名字是尤 但是一般的人只知道 我是阿布大人 并不知道我叫尤 不自由笑道 金飞瑶用手指在自己的手掌上 比较着讲道 你在说什么呀 你在人族叫不自由 在魔族地界你叫阿布大人 而在薛掌帮上你叫油 这只要一拼起来不就是不自由了 就这种东西 人族竟然完全不知道 都是一些傻子吧 不自由耸耸皆 无奈的一探手 我有什么办法 没人发现就是没人发现 可能是因为我控制的好 灵掌帮正好在十一位 不上不下的 所以吸引不了别人的注意力吧 但是却又因为很贴近前世明 所以又占了些好名声 不自由走后 金飞瑶就开始 安心地在这里住下 那些药田中的野草 又长得老高 不过这些金飞瑶 全仍给了大妞去所 而她则查看过 腰蛋的数量后 算了算日子 便直接就闭关去了 她专心去闭关 倒省了胖子和大妞 她俩的心 两只妈在山洞之中 打了一条西瓜粗的小刀 编小了之后 就从这里钻到外面去玩 那日见了不自由 猎杀冬之鸟 让金飞瑶觉得汗颜 自己好长时间 都没有好好修炼了 从吃东西 可以提升修为和灵力后 她就把修炼的时间 去拿来睡吃玩 现在想起来 她都觉得 自己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既然吃东西 就可以提高修为 自己要是在打坐修炼 那修为不是提高得更快了 吞下原音后 体内的灵力已经到达了顶端 至于再冲击一把 进阶到结丹中期 是非常轻松的 于是金飞瑶草屋门一关 不到结丹中期啊 是不准备出来的 而在内神界 人魔两界的战争 却是有三只城事件开始的 真正的爆发了 合体系的修饰全在杜天界 有一两个没过去的 也是整天天雷轰顶 并不能参加战争 身边炼虚气的老头子们 开始进行旁观和指挥 而目的就是几个 有雨雷石和紫雷竹的地方 这些事自然不能让下面的修士知道 就连原音器的修士 也只以为是在抢所有的地盘和资源 化神器的修士 因为是这场战争的主力和领导者 炼虚气这些老头老太太的心思 自然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杜天界真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 丁卓看着眼前 席地而坐的两名炼虚气人族的修士 淡淡地讲道 这件事我不好插手 魔族那边 合体系老怪都没有动静 不能因为这点点的东西 就出手相助 丁前辈 如果紫雷竹和雨雷石的产区被摸人占领 我们就没办法上交你要求的东西了 这两名炼虚气的修士 一个长相普通 却有一股逼人的气质 另一个白白胖胖 同样都是三十来岁 这话则是有白胖的那名修士说出来的 丁卓冷眼扫了他俩 这俩人顿时感到了自己陷入了一片空无之中 银寒入骨的杀戮之气就在身边回绕 不由的起了一身冷汗 如果不是我进阶的突然 我还用得着你们吗 才这点小事 便要来寻我出头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也到了练虚气 与其把这些东西给我 还不如留给自己以后用 丁卓悠悠地讲道 就连他身边的养魂兽 也在喉咙之中发出了呼呼的声音 不满地对着他们闻了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